比起上一届东京奥运会,李子佳认为他这三年的进步已有足够经验赢下下个月的巴黎奥运会金牌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首秀《良好学习经验》之后 以更加成熟的大马托阿南达李子佳决心不再让机会从手中溜走 他敢于梦想在巴黎奥运会夺得大马时尚首枚金牌 回顾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当时23岁的李子佳 在因为疫情推迟一年举行的世界盛大体育赛事中 虽然仅立为第九种子,但仍然被视为夺得金牌的热门之一 因为就在东京奥运会举行的四个月前 李子佳才刚赢得全英超级1000赛冠军 不过李子佳奥运会首秀终止于16强 他与21比8,19比21,5比21 被中国的2016年李渊奥运会金牌得主成龙逆转 后者最终杀入决赛 在双龙战输给了丹麦的安赛龙获得亚军 而当年李子佳奥运会职业生涯至今最重要的全英赛冠军 就是在决赛战胜安赛龙 如果有如果,如果李子佳能直落两局击败成龙 那时候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 这是考虑到东京奥运会的不可预测性 李子佳后来对大马媒体表示 是经验导致了他在东京的不足 但他迅速宣称将从东京奥运会的教训中强势反弹 他说,这不是我预期的结果 但我仍然会从我的第一次奥运经历中摄取经验 这对我来说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我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是东京奥运会教会我的 而我在东京的势力并不是我的世界末日 而是一段很好的学习经历 想要成为奥运冠军 你需要有强大的获胜心态 我想以更成熟和全面的姿态回归 在过去的三年中 李子佳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很多变化 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决定推出大马宇宙国家队 成为自由人 随后他经历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旅程 成绩不稳定 甚至因为频繁地早早出局 被网民嘲笑为一轮格 然而在去年聘请著名教练王达明之后 李子佳似乎在巴黎奥运会前 恢复了西日的出色状态 现在的他带着赢得泰国和澳洲超级500赛冠军 还有大马大赛亚军的最佳状态和信心前往巴黎 其中他在四战赛事打进了三个决赛 并在18场中赢得16场比赛 就在两天前 李子佳团队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子佳发表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贴纸 谈到了梦想也是学习 在我的第一次奥运会 我敢于学习 我学会了承担责任 我从经验中学习 为了进一步学习 我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在渴望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 现在的我仍然继续学习 勇敢把学到的东西用出来 或许我最终学会了坚持和决心的真正异弊 看好最后的朋友 你们认为李子佳现在的样子 是巴黎奥运会的最佳状态吗 在你眼中的预测 李子佳又会在巴黎奥运会 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请大家在最下方分享自己意见 如果在这支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